最近断钦这个词在网上非常红 到底断钦是什么样的现象呢 拍一收听生活故事广播节目 我是主持人邱和 一旦涉及成绩怎么样 工资有多少 买没买房 有没有堆像 感觉一天就了死了 年轻人需要指点 但不是一年到头 见不了几年的亲戚指指点点 又是一年年贯将至 回老家走亲戚 已经成了让不少年轻人压力 悲增的事情 术语与非直系亲属发生过多交往 这一现象被部分学者称为 但亲 信生代年轻人真的断钦了吗 单的是真亲情 还是伪善逆 从重构 信源关系 重塑 情感纽带 到提供成长支撑 读懂年轻人断钦背后的深意 才能促成他们 走出后的回归 由于生长环境 切除的事物不一样 如今的年轻人 与老一辈家庭成员之间 思维处事方式 已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你看来没什么的 其实会深深刺痛我 你觉得很重要的 在我看来 其实很没意思 人与人的背欢 并不相通 花木头鸡 般俊多 尤其是关系 没那么亲近的 也就没必要忍了 读懂年轻人反感的 究竟是什么 不可否认 当代年轻人面临着 最大的社会竞争压力 自己都顾不过来 很难有时间和尽力 去与 既大顾巴大姨们 渗入交流 同时 年轻人对社交生活的 辩解感更为敏感 传统的走亲戚 聊假常成为一种负担 甚至产生 并不愉快的社交体验 明明没见过几次面 没聊过几次天 一上来 就要你把个人隐私 全部交代清楚 表面上惯心 实际上 拿自己的孩子和你疯狂做对比 这种扑你 你一直成功还好 一次失败 你的近期 就会乍对 涌过来看你笑话 说是帮助 实际上 把自胎搞得像试舍 日后 不论你做什么 都会提及那一次 小小帮助 你不感激到位 就会被说成 白眼狼 网友们认为 但凡有这些行为的近期 都可纳入 没必要来往的行列 也就是说 反感的 不是亲缘关系本身 而是违章的善意 反感的是以 为了你好为名义 以止 欺识 说刻薄的话 行两某的事 很多事情 本就是近人事 听天命 或者心有余 而力不足 亲戚们 又何苦 还要围观看戏 往伤口上 撒盐 面对断亲现象 我们应该 怎么做 才能让年轻人 待出走后回归 下面是一个 却有零后的人 在疫情基建的经历 疫情爆发之初 知道爸爸感染了 我又困在海外 回不来 在视频里一直哭 是叔叔婶婶 一直照顾着我爸妈 到处脱关系 帮我订到机票 之后 也是分散在 不同地方的亲戚 以各种方式 守护我回家 为难时刻 显真情 有家人 招着 安心和感动 我永远不会忘记 和谐的亲属关系 对缓解年轻人 故军悲战的心理状态 和现实处境 至关重要 改变青少年成长过程中 真正的亲情 是包容 体谅 温柔以待 和谐的亲属关系 是相亲相爱 相善善意 共奸共享 年轻人 年轻人 不会一直是一个 孤岛式的个体 我们总要 重新回到自己的 亲属网络中 去更好的 悦纳自己 悦纳他人 正如网友所说 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亲情 永不消逝 他只会 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期 以一种新的姿态和方式 重新构建 从断亲 到认亲 从走出半生 到回归家庭 或许只有经历 足够多的跌倒和爬起 与长辈们 在人生轨迹上 可空重合 才能让年轻人 不再反感 而是以更成熟的思维 理解关爱的力量 发现起源关系中 蕴含的真正价值